玩具TV第28季第10集 今天我们爆了多少玩具? 都多,有第一个 没数啊 赤都精品 我们今次要介绍的就是 出了一段时间 终于可以交到你手的 PASS 德厄特拉尔 这些名字真是QK 不过还记得到 主体就跟着你手机 既然买了主体 加上PASS也挺好 就回答你手机 没错 大家如果有玩开Gundam 3T系列 藤江健基先生的设计 都挺神经的 我用神经的来形容 所以今次就着这个 吴德厄特拉尔的外观 你放了多久? 很久 很烦 它其实不复杂 因为说明78 摸索也要有些时间 而且主体的强度很一样 是 基本上是观赏性多 好玩性 坦白说 大家看到这些 不好意思 拍一拍这边 这么有魄力的姿势 你就真的要赞一赞 Bandau的Photographer 如果能够摆到这个姿势 如果能够摆到100%拍照 麻烦大家也可以在下面 或者在玩具TV的谷 分享一下 因为真的有点难度 你继续说 只要看下这个本体 就是安装上去 嗯 理解完后 其实不算太复杂 麻烦再讲 因为主体的确是比较脆弱 安装完后 便会脱手 或者肩膀脱出来 上去 脚是很稳妇的 肩膀比较麻烦 也不差 再讲多一点 如果想摆一个漂亮的姿势 你当这个吴德鸭特 是一个可动的雕像 我觉得会理想一点 当你设定好想摆的姿势之后 才把甲装上去 便会摆到你想要的姿势 否则 如果你在正常情况之下 把拉耳 或者叫佛多德耳的组件 装上去 不能压得到 再移动的话 便会不得不赞 不得不赞 它的相色非常漂亮 尤其是 合水合金的部件 都有彩纸色的效果 坦白说 如果说外形 是不能挑剔的 很漂亮 因为大家转一个圈 或者现在看到Ricky和他在拍 close up 是没有破坏的 是没有破坏的 整件事组合完之后 外观 在Metal Robo 1的表达来说 是顶级的 不容置疑 不过 它不是一件玩具 它是一个景品 可动的摆设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的东西 需要再介绍 不会再移动 不会再移动 当然 如果你有买到这个TR1 将这个拉耳的组件 或者佛多德耳的组件 装上去玩 其实效果是不错 而且 你不会像我们现在玩得这么平衡 因为你装上去之后 你真的可以将这个TR1 很自如地活动 最烦是连地台也不稳定 接上去很容易 与其说地台不稳定 不如拍一拍 这里 这里有些牙烟 好了 由于事解关系 这东西玩不到 大家欣赏完 是 我们其实照顾了所有朋友 将它的优点和需要改善的地方都说完 所以你能买到这个很足够 你不会不买这个 是 很坦白说 你问我 虽然刚才说是一个可动的景品 是 但是 摆到这个款 这么英俊 其实我的钱都是心甘情愿给的 因为当你装过模型 你就知道 模型搞不定 太脆弱又要上升 更脆弱 更脆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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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